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区里大小调节目 我是主持人刘德宇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信义区 广居里的杨玉堂里长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广居里的马盖先 那这个杨玉堂里长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为什么要称呼他为马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半这个广居里的VCR 如果你来过信义区的广居里 一定可以经常看到杨玉堂里长 拿着铁颤与浇化器具 蹲在花浦旁进行绿植栽 杨里长表示 广居里辖区内相当多树木 也因为土地多属私有地 因此在获得附近居民的全数同意之后 把原本容易串根的榕树改种成张树 并且在树干的下方 利用砖头围绕起来 形成正方形的小花圃 种植杜鹃、桂花与矮仙丹等 木本类的植物 目前已经种植了3000多株 为社区绿美化尽了相当多的心力 因为本身我们里里面没有公园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往 我们这个私人的人行道 下去做这个美化 利美化的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 产发局 还有我们戴喜庆戴义员的协助 然后我们都请他们 透过他们帮忙 帮我们申请这个土 还有肥料 还有这个花 杨里长与三位志工 每天轮值替洒区内的花草 进行维护 可说发挥了 愚公移山的精神 让广居里的里民 也变得相当喜爱绿色植物 里内的闲置空间 多可看到官业类盆栽 可说是一个绿叶盎然的林里 产发局 它目前现有的供应 给我们申请的花 让我们去挑选这样 本身我们里里面 就是目前挑选三种花 就是桂花 矮仙丹 还有这个杜鹑花 这三种 辖区内中校东路五段 三七二项 二十七弄到二十九弄间的 防火巷内 可以看到五十多户的居民 在窗台外挂了红色旗帜 未为奇观 杨历长解释 原来是附近相当多鸽子前来栖息与留下粪便 因此住户采纳了里长的建议 挂去红旗来驱赶野鸽 以前我想到说 养鸽的人家都会用红旗子在操演鸽子 结果我就想说 那我们用红旗子来试看看 我就是有用一些红旗子 给住户他们去操 本来是没有想说要操那么多 可是反应蛮热烈的 每一个住户就会来到办公室来索取 结果就越做越多了 现在变成我们里里面那一条巷子的一个奇观 广军里的绿美化工作 杨历长不假他人之手 每天像照顾幼儿班的爱护里内的一草一木 就连里长外出巡视时 里面也会向里长交换职灾心得相互讨论 杨历长的亲力亲为 深获得里面的肯定与大力赞许 看完VCR我想身为广军里的里面 我想你一定都在里上 常常看到杨历长 拿着种花的工具 在里内走来走去 然后甚至做这个植栽的动作 而且里长其实跟您的志工其实也不多 大概只有大概三五个 其实你们就要负责这个整个这个广军里 大概三千多株的这个这些绿植栽 对那可不可以先谈一下我们这个广军里 是什么样的一个社区 然后为什么当初呢 会在这个里上种植这么多的这些绿植栽 本身我们广基里没有公园 只有一个松山工农一个学校 所以说社区里面比较少这个绿色的植物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靠自己去做这个绿化的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里长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没有这个公园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小的一个地方 就把它种一些绿植栽 而且种了三千多株相当厉害 这个我们向产花局申请 我们这个还是透过我们戴琪清戴议员 帮我们争取 我们也是很感谢我们戴议员 所以里长除了做这个绿美化之外 其实我们这个广基里 也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社区 对不对 里面其实当初好像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警察宿舍 然后甚至像以前的这个松山疗养院 其实都在我们的广基里 对不对 对我们广基里都是老旧社区的 以前是警察宿舍改建了 目前的松涛新村 跟这个以前的松山疗养院 改建了现在的海华社区 海华社区 对 所以其实都已经改建了一段时间了 对应该像海华社区都有二三十年历史 松涛新村也有四十几年历史 对 那里长你觉得 就是在这个治理这个广基里起来 会不会觉得比较有 其实换句话说也可以说 比较有成就感 那是不是辛苦的地方 其实也是蛮多的 这人家讲台语讲 做起来有时候是蛮觉得蛮欣慰的 蛮欣慰的 对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对 其实提到我们杨里长 当时我们这个广基里长 其实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这个 算是一个很 应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历程 我们也请杨里长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然后当初其实是跟就是上一任的里长 好像是同样的票数是不是 那是不是还是经过这个抽签的阶段才当选 是我们的里长 可不可以跟这个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 当初选举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出来选 选举的时候是两票输给对手 然后我们去申请这个法院申请这个当选无效 然后在验票 在验票过程中又在废票里面找出了四张 然后法院判定了两张有效票 后来这样就产生了变成平手的一个阶段 后来七公所这边就用抽签来决定说看谁胜出 听说这个抽签的历程 听说您那时候也非常非常紧张 对 抽签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看谁先抽号次 我们当初我是参选的时候是登记第一号 所以我就先抽 抽起来的时候刚好是抽到一号 一号 然后对手就是二号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一号我先抽 抽起来的时候刚好抽到就是当选 当选 哇那这结果真的是一翻两瞪眼 对对对 就有点像我们足球赛PK这样子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个得来不易 可以算是得来不易的这个里长 的这个职务喔 是不是其实港里长也特别珍惜这个当里长的这个四年的时间 对因为平常本身我们就有在跟社区就有在做服务啦互动这个 其实我本身是开早餐店 早餐做到中午下午就没有什么事啦所以说就是会去帮人家修修理一些水电啦去抓肉啊这些东西这样 久而久而久之久了就变成这样 所以说大家走林右舍大家都会互相的说推举说里长会水电啦然后有什么水电的问题就可以去找里长啦 所以比较紧急的事情就像没有水啊没有电啊我们就可以马上去帮他们处理这样 所以我称呼这个洋里长是广居里的马盖先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我来先说一下这个里长的一天的行程 里长四点的时候可能早上四点就要起床了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我们的这个虎林豆香店里面的所有的一些 这个小吃啊像这个蛋饼啊还有这个葱油饼啊还有这个烧饼 其实都是洋里长亲手做的哦跟老婆一起做哦 然后大概到了九点以后呢哇就要到我们这个里办公室来服务里面了哦 然后听说就是在有一次哦就是说好像是 里内是不是有发生一些状况然后里长还去这个里上帮他开门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段这个比较惊险的这个历程的就救到里面的一个情况 对 是有一个毒鸡老人啦毒鸡老人他本身有一点轻微的中风 然后有一次他在衣室洗澡不小心跌倒 跌倒了后可能是前身疼痛爬不起来 结果他就到门边要开门可是爬不起来没办法开 结果我们请消防局来的时候 消防局通知我说要破门 然后老先生本身可能不答应 后来我们就请消防局那边派引体车过来 从前门那个玻璃那边进去 然后把他救出来 救出来的送医了过了几个月我是有教他说 可能以后类似这种情况 你可以说用拿硬的东西敲 楼下可能会有警觉 结果真的过了三四个月他又发生了一次 再另外一个一次又摔倒了 结果他就拿东西敲 结果楼下就有听到 楼下人就我们每个门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公告 都有我的电话 他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赶快去他 那时候已经晚上十一二点 结果经过上次的事情 我有留他儿子的电话 就赶快打电话请他儿子来开门 然后把他送医院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救了这位独居长 那时候天气满冷的 要是经过几个小时没有救他失温的话 这样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 所以其实里长真的是可以真的称呼真的是广军里的马盖鞋 而且其实里长还会修飞机对不对 其实年轻的时候其实是 我以前是在空军 我后来考进了这个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就是现在的汉翔 我是从事汉鞋的工作 所以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做这个早餐 或是这个修飞机 或是帮这个里民处理一些这个疑难杂症 我觉得其实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里长真的是一个很亲力亲为的里长 没有没有不敢当 是 好OK好节目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进行我们的趋理大小调节目 在生活中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用手帕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身为商场达人 三腔啥是我的代号 先生您是诈骗集团人头户 先生请您提累账户存款 快处理以免犯法 慢着小心有诈 看清楚来电号码前是否有加号 听清楚对方要你配合监管账户 说清楚拒绝提供账户资料 诈骗多花招警觉要提高 来到胡林街巷弄里的这家传统早餐店 正在制作烧饼的老板看起来好面熟 原来他就是新医区广居里的杨玉堂里长 除了里长的身份之外 杨里长还身兼早餐店的老板 并且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 为邻居们制作纯手工的各式早点 四点就要起来准备 完就开始要揉面粉 揉面粉要包水煎包 包完水煎包就开始要煎 客人也差不多快来了 然后五点多 准备到五点多客人也差不多快来了 就开始在买 从烧饼 水煎包 煎饺 蛋饼到豆浆 一系列的传统早点都是由杨里长亲自包办 也未坚持手工制作 因此相当获得消费者的好评 就比较特别的那个蛋饼的那个 有南瓜跟蔬菜嘛 然后豆浆它有青浆 强调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啦 因为现在我们都不会添加一些天然的那个化学的东西 我们都是纯天然的这样 而店里众多的传统早点当中 最受欢迎的就是可以媲美鼎泰风18折的皮薄献多的水煎包 另外还有纯手工的蛋饼 也是许多上班族的最爱 它这个东西很好吃 而且很料好实在 然后老板跟老板娘也亲切 对 然后它也开很久了 蛋饼是用那个鸡蛋的蛋皮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饭团也是用紫米饭团 跟房间的比较不一样 要养生 我们这个都是用手工下去自己做的 所以说不可以说有一些偷工剪掉啊 或是怎么样 就是用很用心的在做这样子 客人就吃了就是蛮信用的 对 能受好评 大家就会再回来吃这样子 杨里长与老板娘经营的早餐店 已经在虎林街上议立了20多年 因为杨里长平时对人和气 并且热心助人 因此借着开店的高人气 在4年前开始担任广居里长 不管是早餐店老板还是里长身份 杨里长都觉得其实都是在服务人群 也是自己坚持做下去的最佳动力 刚开始选的时候我也是不赞成 我非常的反对 因为你选上了 你要有那种服务的心 你今天要做里长 你就是要有那种热忱的心 或者说用那个热心的心去帮助里面 他本身就是蛮热心的啦 就很喜欢帮助人家这样子 那我说好吧 那你就出来试看看这样子 因为我们做生意嘛 认识人也很多啦 所以说 我说好吧 那你就 那你试看看好了啦 那你就做前面啦 我就做你的后盾 欢迎怀来驱离大小调节目 我是主持人德瑜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 信仪区广居里的杨玉堂里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刚刚在这个BCR也看到 其实我们里长其实是经营这个 我们虎林豆浆店 其实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说是靠着这个豆浆店 跟这个附近的邻居啊 打好了非常这个浓厚的这个基础 所以之后才想要出来当选里长 对 那里长可不可以说一下 就是您从事这个早餐店20几年时间 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有看到那个里长太太 只是说其实一开始 其实好像很不看好你 对 那就是后来当选了之后 其实他也是您最强力的这个后盾 对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心路历程的这个转换 其实也可以说您真的很喜欢服务这个社区的民众 是 本身太太刚开始也是蛮反对的 因为讲自私一点 先生是自己的 现在当选了里长以后就变成是大家的 所以说他也是刚开始是很反对的 说我去选里长 可是这就是很多因素造成说 就有很多推力啦 造成说我要出来为大家服务这样 有一个动力 所以说我就出来 出来当选既然都已经当选了 他就也没办法 没要讲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早餐大概卖到大概八点 八九点时间就要交给这个老婆来继续做生意 那您就来服务这个里面 对 那像这个我们广区里 其实一般就是说我们算是老旧社区 那您觉得就是在推动一些这个里政事务的时候 您觉得哪一个部分会让您 就是稍微要觉得要比较花心思的地方 其实服务对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懂的事情蛮多的 可是就是可以驾心救手 可是比较有一些不能那个可能就是有牵涉到其他的因素 像比如说目前来讲那个野鸽的问题 对 就蛮伤老金的 因为这个动保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说 把它随便要怎么处理就把它处理 然后鸽子也不是那么好抓 然后这个蛮头痛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去请教各方面的这个资讯 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到目前都还是蛮头痛的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广聚里说 所以看到其实家户有时候会挂那个红旗 对 然后可能不太知道人就会想 其实为什么要挂这个红旗 其实这也是里长想出来的办法 对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是解决之道 因为鸽子我们是前面是说 尝试一下用这个红旗子来把它驱赶 可是刚开始是蛮有效的 可是现在驱赶的时候 变成说它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而且不是跑很远 跑在我们隔壁还是在我们的里里面 所以说还是蛮伤脑筋的 这根本也不是解决之道 所以说这个我们目前还在努力 还在伤脑筋 对还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你们这个老旧社区 我想也有一些媒体到你们里上去做访问 就是因为你们里上其实就是以前是这个警察宿舍 也是这个松山疗养院 那在这个都根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希望能够加快脚步 那里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照目前来讲 我看我们的都根法这个法令 并不是说还成熟 所以说跟住户都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像这个奖励值容积率这方面很多问题 都跟住户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因为本身我们老旧社区当然是要改建 这样比较好 而且你看现在老房子的到处都在漏水 这边漏那边漏的 管路啦 这个水泥方面都蛮三脑筋的 真的 我认为还是要关心 还是要关心 那其实里长当然这个第一届 就四年的时间是今年刚好第四年 那像刚才有些像这个鸽子的问题 跟都根的问题 可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来关注来解决 那我想在四年时间 一定有让您觉得 就是做这个里长非常有成就感的地方 可不可以也说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就是一些地方上的建设 比如说像做利美化的动作 还有一些策购更新 还有做一些公共工程的部分 对 因为我们本身都靠这个议员这边 有在协助 我们还蛮感谢几位议员 对我们里里面的协助 还有做这个后项美化 后项美化 对 后项美化 本来后项以前都是很脏乱嘛 然后做了后项美化了以后 现在变得很干净很清洁这样 整体性来讲 对环境也比较好 那里长其实这四年的时间 我想对于这个广俱里 你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 那您觉得在未来的四年 甚至更多的四年 想要把这个广俱里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社区 那当然啦 现在老旧社区如果能够更新的话 那是最好 然后因为这样对环境 对一些整体性来也比较好 然后老人家嘛 爬上爬下总是比较不方便 我们这老旧社区现在目前住的老人蛮多的 对 然后像一些马路啊 我们想 我们认为都应该再把它更新 那一些 现在目前我们里里面的这个路 路平蛮严重的 比较坑坑洞洞 比较对 我们也是希望把它 以后把它推动都 把它整的平一点 所以其实里长我们现在谈的部分 是比较算硬体的部分 其实像这个软体的部分 虽然说我们广局里 目前可能没有公园什么的 其实里长在这个社区里面 也开设很多课程 对不对 是的 目前我们固定的有书法班 还有歌唱班 口琴班 还有读书班 这是固定的 然后常态的就是有美容课 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讲座 这个师堂会办 是 还有一些像这个 我们之前的这个母亲节 这是大型的 大型的 我们里里面目前办母亲节 还有中秋节晚会 还有中原普渡 所以就希望跟这个里面 能够就是能有更好的这个向心力 对对对 那最后呢 像可不可以想请里长啊 就是说一下 就是说对于这个广局里 还有什么样更深的一个期许 更深啊 因为我们广局里本身 在信息也算蛮大理的 人口数也是8000多人 对 所以说要把它这个整理的很好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不容易 可是我们还要尽量在努力当中 对 就像里长这个做绿梅化一样 有点像于公于三的精神 对对对 其实这个这么大的这个 8000多人的这个里 然后里长就是跟着几个志工 然后再做这个绿梅化 而且其实在采访的时候 我也发现到其实大家都认识里长 然后都会说这个就是我任养 或者说这个地方可能是 在他的家的附近 他就做这个任养的工作 是不是也希望靠这样的力量 才能让我们广局里更好 对因为里长本身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还是要靠大家的共同维护这样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先帮你前面先帮你做好了 后续任养的问题 所以还是靠大家一起来动手这样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这羊里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观众朋友如果看到这集的时候 可以这个没事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这个虎林豆浆店 喝喝这个豆浆啊 吃一下这个蛋饼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包子 算是这个什么 水煎包 对这个里长亲手做的 也有18折 真的不会输给我们的这个 很有名的鼎泰峰 对那今天的这个我们去大小调题 就到此为止 那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谢谢李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命 优优独男 优独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